里面当然我们有区分性别 性别有男跟女 相差别最大不一样是 如果男生的话是乘上1.1 女生的话是乘上1.5 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最后在外面包一个RUN的函数 做45度部分 像这样的一个公式 如果我要把它转换成VBA的话 基本上VBA基本上会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同样的逻辑 这样的逻辑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比如说按钮 或者是说第二个部分的VBA 我希望做出一个制定函数 所以两种方式也许按下按钮 这个是第一种 有个清楚 第二种的话是它有函数 这边有一个使用者定义 使用者定义的话 当然我们有标准提供函数2 那我可以给一个身高 给一个性别 然后按确定 一样会给我最后的结果 两个方法 这两种我想上个礼拜 主要是讲这部分 当然Function你写完之后 你也可以给那个 就是SAP去呼叫 所以这个地方你只要把回圈写完 然后去呼叫什么 呼叫刚刚那个标准体重函数2 我们有两个 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这个结果也可以做出来 也就是SAP也可以呼叫方圈 那这部分上个礼拜都有了 其实答案的话 在上面云端上都有嘛 第一个刚刚做的第二个清楚 然后方圈在这边 那方圈有写两个啦 如果第一个的话不区分性别的话 其实就一行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如果说我区分性别的话 就用那个性别 就是使用者给我的性别来判断 那如果他是男生或女生 这个逻辑 当然你如果用男生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乘以1.1 如果用女生的话 这边就乘以1.05 其他部分基本上 大概就只有这个地方 引述引进来 因为使用者会给你一个身高 那你再把这个身高 再配合我们这个公式把它写出来 那最后呢去判断之后 再乘上1.05或者1.1 那外面一样用Round的函数啦 你会发现啦 基本上你公式写得出来 我想VBA应该就可以写得出来 因为逻辑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语法上面不太一样 所以未来你可能要对这个蛮熟悉的 所以工作里面呢 应该有很多其实类似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Exale的公式 那做出来之后呢 要把它转成VBA 相对的话比较简单许多啦 为什么 因为你当然不就是一个按个按钮的事情 不就是插入一个什么呢 制定函数 OK 那相对的当然 这两个主要是简化 你的工作流程 OK 那后面当然我们上礼拜 主要还有讲到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部分的话 当然我按一下启动表单之后 Home.show 我们把Home 这台电脑上礼拜好像也是一样 就是表单明明存在 可是就是不能秀 后来我发现我把它关掉重开 就恢复正常了 显见这台有点怪怪的 OK 好 那个表单部分呢 至少我觉得 就是说呢 你一般输入 你就可以不用 我们上礼拜讲过啦 可以不用离开键盘 不用再点滑鼠 有没有 OK 直接按Enter 把资料怎么样 做两件事 第一个 帮我把标准体重算完 第二个 把这五个资料 直接输入到Essayu里面 那也就是把Essayu当资料 过来使用 那第二个是有防呆 就是说如果他没输入资料的话 或者是说他输入的不是 像身高跟体重 如果他输入的不是数字的话 那会跳出一些警告讯息 那当然除了说 刚刚讲的这两个部分之外 其实这边底下有防呆的方法 底下都有 启动的方法 增加下拉清单的方法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 呃程式怎么样把它加到Essayu里面 这上礼拜都有 还有最后按Enter 有没有 他可以帮你用ASCII code去判断 他keydown的时候 就按下按键的时候 判断如果是 呃那个13 表示ASCII codeEnter的那个键 是被按下的时候 那去帮我转换成什么 就是输入的动作之外 再帮我把它清掉 因为输入是B1 那B2的话是那个 呃我把里面的资料给清空 最后呢 再把游标停在第一个储存格 诶就可以快速的输入资料 那其中当然还有防止错误啊 有全部的判断 个别的判断 还有呢 防止输入非数字资料的判断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更多啦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你工作流程里面有哪些可能会发生错误的部分 那你通通把它找出来之后呢 我想你输入资料之后呢 至少就是第一个 可能你输入的速度会加快 第二个呢 如果你这个画面 假如你给使用者端 让他们输入的话 将来你输入完的资料 基本上呢 就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 在处理什么叫对资料的问题 那你会发现 尤其使用者端 他输入的资料 如果乱输入的话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解决那些 输入格式上面的错误 或者是输入形态上面的错误的问题 与其这样导入你就是 在他还没有发生错误之前 你就先把关了 那这个好处当然还蛮多的 因为其实很多同学用了这个方法 在工作上面发现 本来他要为了回来的资料 去找问题 后来发现了 用这个表单之后的话 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因为回来资料 通通不用检查了 那像销售端 像之前有跟各位讲 好像购卖局一个同学 他的500多家的那个 就是经销商 每次填资料回来 就是一堆错误 他每一个每一个都要检查 所以他一直加班 后来他用了表单之后 限制就是前端输入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类型啦 形态啦 然后警告啦 发现之后再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检查错误了 所以请各位呢 今天的话呢 先把这个部分呢 先先进到这边 那等一下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 可能又更加困难的 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个部分是只有Excel 后面的部分呢 可能要除了Excel之外 可能要连接到资料库 OK 所以资料库部分的话呢 该怎么做呢 我想各位先稍微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先开起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后面有关资料库部分